欢迎收看最后关心电影的文灵新闻 西欧兄的南宗国书为了博客信 可以开始业势来背用美金 今年再度来参加教育部业势美金的栽培计会 在7月15号到19号 用了4天的时间由全台国内的台博信 担任南宗国书的小朋友 来开始应该表演为多 顶顶豐富的库庭 好方也希望透过这次的顶对寡党 让孩子可以背后对技术的影响 西欧南宗国书有了 要让博客信探究输家的期间 核实图完的技术库庭 好好就在今年参加教育部 技术美金在北约 也在这天开始为期四天的顶对寡党 希望博客信可以核实应该表演为 图定图完技术 也豐富博客信的输家 因为看到上次的营队就觉得很好玩 因为很多其他的活动可以选择 就是从美感里面找到一些东西出来学 是妈妈觉得她在家里很无聊 所以就帮我报名了 希望可以跟哥哥姐姐一起学画画 但是参加的时候觉得很好玩 因为有很多活动还有很多的跟艺术有关的事情 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想要画的东西画出来 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 本图确定是最大的方法 由台湾各地的大学生利用游戏的方式 欢迎学生还是音乐表演定定 也会用画头的方式 给大家发挥創意来创作 我们这次这一周的课程呢 主要分成三个领域 然后是音乐课程 表演课程 跟视觉课程 利用游戏要让小朋友去了解音乐跟节奏 然后表演课程呢 主要是彩带舞跟沙滩球 我们教他们用肢体去创作圆 然后视觉课程呢 我们会做故事舞舞背景版的呈现 然后让小朋友透过圆的剪贴呢 然后拼贴出他们喜欢的动物 南港国小标时 好好地并尚时就会安排 来技术课程给学生 也希望透过本厨活动 可以为小朋友带来更豐富的课程 未来学校也会继续为学生 搭造图完技术学习 那我们这个艺术活动在偏乡 特别的难得 学生也很难得有机会学到 艺术相关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由这些 各大学的私培生来给学生 一个不一样的学习 当然学校平常也有在教 但是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学习 希望学生能学到更多 更多人的艺术教育 那我们去年其实到了南光 南光来 南光这边的学生表现得非常好 那学校对于这个计划也很支持 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教育部 我们特别特别有在南光 再来做一次这样的服务 期待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达识更豐富的艺术 也在过程中不会用美感 为小朋友的书 跟今天不一样的处理 南光国小 散散散散散